从1973年的尼克森总统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拜登第一任 然后你会发现 我们这边最左边的地方 是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最下面那边帮大家算一下平均 它的平均第一年 大家看到是11% 平均股市涨11% 第二年0.6% 所以通常第二年的股市比较弱 到了第三年股市上涨17.3% 最强的一年 到了第四年又稍微弱一点 7.6% 所以美国总统 他的第三年通常都是任期 最强的那一年 好 我们再补充一点 那假设他的任期有八年呢 因为有些总统他是连任的 比如说像克林顿 像小布希他们都连任了 那有两个第三年 那通常都是第一个第三年最强 第一届的第三年 对 第一届的第三年是最强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理论怎么相见很晚 我们现在是第四年你才告诉我 所以大家也不要急 反正你们都很年轻 下一次美国总统在当选的时候 你就记得第三年买股票 好 那今年呢 那我们今年就干嘛讲这个 那今年跟我们都没关系 不是 然后孙主任用这样几个想法 帮各位归纳一下 你就看到这个 投影片的最右边下面 这是我的图片 对 就帮大家归纳一下 那第四年强什么 第四年强美元 为什么美元第四年强呢 也会有它的道理 因为通常在第四年 你还是要拼经济 第三年是股市 那第三年 第四年为什么是美金 因为美国跟台湾的经济动能是不一样的 台湾要靠出口 所以呢台币最好不要抢 台币弱一点比较好做生意 但美国不是 美国是买人家的东西来消费 美国外销没那么厉害 所以美国第四年 它的美元如果强 就像我们的台币 最近大家去日本都会觉得花得很高兴 也会消费能力大增 不是你消费能力大增 是因为日元贬值 台币升值 所以在美国第四年 如果美元强的话 对于民众消费力是有帮助 刺激经济当然更好 另外一个 大家知道 在选举那一年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 要做很多公共建设呢 要招揽民心啊 所以这个时候要发很多美债 那如果你的美元很弱 一直在贬值 谁要买你的美债 大家对决买了就赔钱 这个时候你要让美元升值 要让美国很强 大家才会觉得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资金 多多投入美元 外国人的钱会进来 你的股市会好 然后本地的人会消费 另外一个外国的政府央行 会买你的美债 这个时候对美国经济才很好 所以我们这下面 帮右边帮大家整理一下 美元指数 通常美国总统上任第一年 一趴只有赏一趴 到了第二年跟第三年 通常都是贬的 因为美国经济不好 去跟人家打贸易战 不管对日本打贸易战 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 都是第二年开始 第三年呢还在打 到了第四年 你会发现美元指数 上涨3.6% 是最强的一年 所以三股四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三年是股市 第四年是汇率 所以没有相见很晚 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在今年第一季 美元表现得非常强劲 在历史上 通常最后那一年的第一季 都是最强的 第二季稍微弱一点 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 虽然大家已经看到 四月跟五月 美元稍微弱一点 但是到了第三季 美元会再重新走强 因为第二季 可能是因为缴税 然后股市表现比较疲弱 美元相对没那么强劲 在过去的经验 第三季的美元又开始走强 然后在总统选完之后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总统符合大家期待 对于美股 对于美国汇率来说 都是好事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 先送给大家一个大提 让大家知道 原来我们过去 看美国总统选举 还有一个门道 是跟我们的投资有关 三股四会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如果 不管今年是拜登或川普当选 然后呢到了第三年的时候 大家记得那年股市S&P500 500家最好的公司 股价都会上涨 到了第四年通常美元强劲 那大家还会问下一个问题说 那对于我最近要投资美元保单 美元定存 那已经很强了 那主任现在告诉我也来不及了 已经32块多了 那倒也是告诉各位说 至少美元今年不会弱 不是你现在买了 它马上过两天就要跌下去 所以今年的美元强劲 你买美元相关的商品 在汇率上至少是保值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醒这一点 待会我们也会特别提到 你在今年买很多的外国的商品 你常常是赚的股价赔的汇差 赚的房价赔的汇差 今年只有美元相对强劲 所以在美元上面 你不用担心汇差的问题 美元跟金价同时上涨 而且甚至呢以涨幅来讲 金价的涨幅是比美元来得更高的 这种机会不太常见 如果你现在只有看到黄金涨 但其他的金属没有涨 那就怪怪的 但最近的是所有金属都在涨 黄金白银铜链全部都在涨 那为什么会上涨呢 当然可能跟国际政经情势 不太稳定是有关系的 前一阵子大家也看到 因为中东的问题 所以大家会有避险的心情 当你有避险的需求的时候 叫什么金的通常都最好避险 一个叫黄金 一个叫米金 第二个就是 那最近为什么链跟铜也在涨呢 链跟铜像铜它是拿来做 比如说现在要AI要发电 你有很多发电设备里面 都有铜的需要 另外链也是跟很多的建筑 像不锈钢这种需求也有关系 大家还记得中国大陆前两年 有一次链价高涨 所以那个时候让大家 形容它是一个妖链 然后后来链价又因为伦敦 伦敦的交易所进行干预 链价又大跌 所以这一波链价跟铜价的大涨 资金 我想资金行情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最近资金多了 然后大家就会往黄金白银链铜 这个金属地方发展 但是大家也特别注意到 因为链跟铜 第一个它本身有实际上的用途 铜是可以拿来实际上工业用的 链也是拿来可以做不锈钢 这些加剧使用的 黄金跟白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都有它的用途 它跟我们一般在讲的股票 债券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因为中国大陆它通常经济 表现很好的时候都是黄金 就是金属价格涨得特别多 比如说像以前的钢铁 那最近因为中国大陆房地产 还不见明显的起色 所以最近钢价或者是铁矿砂价格 还比较低迷 但是你看到链铜 这几个价格已经涨上来 然后有这两年 我们上次节目有特别提到 这两年各国的央行 因为不敢再把钱放更多放在美金 很多都转去买黄金 所以黄金的价格 还有我们刚刚讲涅铜的价格 很有可能是反映中国大陆的经济 最近已经有一些明显的 往好的方向发展 带动了它的金属价格的实际需求 也带动了它的价格 所以接下来大家再注意一下 最近我们的原物料里面 第一个在今年的第一季里面 只有石油涨 其他都不涨 其他都是跌的 只有到了四月跟五月的时候 最近除了石油涨 煤炭也在涨 天然气也在涨 这两个东西都在涨 你就知道能源价格正在重新往上 另外一个在我们刚刚讲的涅铜 除了铁矿砂 价格跟年初相比没有什么涨以外 涅铜黄金也在涨 这是第二种涨 第一种能源涨是因为中东 金属涨是因为中国大陆 那第三个在涨的 黄小玉最近也在涨价 小麦最近也在涨价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担心的就是 能源原物料 现在全部都一片在上涨 再加上你最近看到货柜散装运费 也有开始上扬的趋势 所以我们的物价压力 很有可能在第三季升高 主任现在不是才第二季吗 因为现在国际先涨 我们的厂商通常都会先挡一下吧 或者是因为台湾的电价也没涨 可以先挡一下 但是如果你的物价持续上涨 我们的厂商能够抵抗的就很有限了 接下来到了第三季 第一个台湾电价本来就有在调涨 再来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涨 各位就要特别注意第三季 那台湾的物价会不会又再度往上扬呢 台湾物价要去往上扬 那我们台湾的央行 在第一季已经无预警的给你升息 升的半码 到了第二季到了第三季 还有没有升息的空间呢 变成说我们都在期待美国降息 大家降息 结果等到人家降息 我们自己还在升息 所以这个时候金融市场就会非常的混乱 也许对台币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升别人降 所以资金有可能往台币来布局 但是股市呢 今年有一个很吊诡的情况就是 今年股市涨的通常都是汇率扁的 你看日本股市涨那么多 单日元扁很多 土耳其阿根廷也是这样 所以今年要特别注意这种 股汇背离的情况 因为你的汇率在升的时候 通常股市表现会受到压抑 也要特别小心这一方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 第一个在讲原物料 这两天的涅根铜 第二个我们讲到了 涅根铜这些原物料价格上涨 可能牵动台湾的物价 最后影响到了台湾的利率 也就是当别人降我们升 这时候大家就要注意 对台股或者台湾投资市场的 不利影响 所以如果这个因为能源价格 或者是一些 等于说是输入性的通膨 在下半年的时候再起的话 主任认为我们的央行 可能不会那么快的停止升息 甚至还有可能加码升息 对啊 因为现在大家的 这前两年都是大家升息升很高 像美国 像欧洲 像英国 现在你看到欧洲央行 跟英国央行已经准备要降息 不管你美国要做什么 我们准备要先降息了 再不降我们已经快受不了了 然后欧洲或者是英国 还有之前的瑞士瑞典 这边全部都在降息 然后美国有可能在第三季开始 也开始展开降息的一个动作 那大家都在降息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两个 大家还要逆势的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我们 日本要升一点息 那台湾也有升息的空间 为什么呢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两个立势操作 因为前两年大家升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不升 或者是升很少 对啊 我们根本就没动 我们根本就没有到人家那个水准 我们之前用这种方式 挡住了一些事情 但现在你也挡不住了 现在是人家已经把那个痛苦承受完了 现在是该你要准备这些 升息的问题 所以你要注意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升息也不是坏事啊 银行股可能会赚钱赚比较多一点 但是你升息的时候 对于很多券商资金成本 或民众借贷的成本会提高 还有买房子的人 当银行通知你利率要调高的时候 你的心里总是不愉快的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进口物价对于台湾的物价 对于台湾利率的影响 刚刚主任讲到一个就是原物料 特别是在镊根桶 这个上涨可能是代表 中国大陆的经济要开始好转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先行指标 是 因为金属的价格 跟中国大陆联动性是最强的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这些年 它主要是工业在发展 工业在发展 当然你这个金属啦 用的特别多 所以以前大家不会觉得说 什么金属价格涨是 什么美国的问题 欧洲问题 不是 中国大陆占最重要 比如说像国际之间的钢铁 中国大陆占全世界钢铁用量的一半 所以它的房地产只要一好 钢铁用量一多 当然国际有物料价格 全部都被它推上去 但是当它这两年房地产低迷的时候 整个价格被它压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 钢铁相关类股 它们其实本身是做内需的 但是因为台湾的钢铁 会受到国际钢铁的影响 那国际的钢铁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所以只要中国大陆钢铁一步的影响 影响到全世界 我们也会间接的受到影响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 中国大陆对于金属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好 所以看到贵金属它的涨跌 可能你就要跟中国大陆的经济 做一些联动 对不对 这样的理解可能会比较直观一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